- 做過大約41部影片 然後這是其中的大致分類 就也有一些創新的我就沒有放在這裡面 那跟大家總結一下我的7項小成就 做出濾鏡跟GIF 那時候看到IG濾鏡上面有那個標註帳號之後 我就想說可以來玩玩看耶 就開始了製作與分享素材 那現在越來越多人做之後我就有點懶了 用別人最開心啦 後來又發現GIF的新天地 所以就一直畫畫到了現在 就明明是跟著IG在變化的人 結果但是我IG經營的真的超級滿的 那比教型呢其實比較適合出現在文章 但又想要給大家看一下怎麼操作 所以才會努力的在影片中做出比較跟實際操作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可能會想出圖文加影音版本吧 就是我食物啊遊戲跟跳舞 其實這幾類是我比較少接觸也比較少拍出來的部分 雖然只是在常識中但也增添了許多有趣的素材在頻道子中這樣子 第四個是學習新的手作素材 我一直都有在有空閒的時候都在做手作的學習 好奇的我都會想摸摸看 前陣子接觸到的就是那個UV造化儀 所以那種新的素材就可以讓我結合外面所學的那個水晶花跟自己學會的UV教技巧做成影片這樣子 那做出來的成果我也覺得蠻有成就感的 那第五個是畫畫片頭 那時候被Gini找上門的時候就覺得 有懷疑過自己到底行不行 因為畢竟不是專門的茶花架之類的 但做出來的成果真的還蠻喜歡的 希望下次能更進步 那第六 我2020有買比較少的文具 是因為開始喜歡上就是墨洋的生活風格 比起之前有買較少的文具跟手作品材料 那希望在創新之餘也能開啟自己舒適一點的生活空間 拍片的材料跟生活用具是擺在一起的這樣子 第七個就是不知不覺也堅持了快五年了 那很高興能跟大家認識這麼久 希望未來還能夠繼續堅持下去 那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囉 那就這樣 安妞